马太福音25章21节 主人说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马太福音25章讲到石头女的比喻 是要我们注意灵命的追求 要常保持灵力是警醒刚强 被圣灵充满的 而今天这个比喻所讲的是 按才干受饮量 这是指神给我们的工作和使命 他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才干 我们应该要来好好的经营使用 良善和忠心 在中文好像是两种美德 可是根据希腊文的辞藻律 良善是用来说明忠心的内涵 良善的原文有善的好的有用的意思 那么忠心就是说尽我所能的 把应该做的做得好 也就是英文所说的do your best 这样的忠心才有资格管理主耶稣 以后所托付的许多事 不多的事和许多事 可以说是人在小事上 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的应用 我们在不多的事上 在小事上忠心 主会把许多的事 大事托付给我们 而管理是要我们把主托付给我们的 恩赐时间金钱家庭等等 都好好的管理 就是帮助我们 在小事上操练忠心 主才能够把大事托付给我们管理 今年整个普世教会受疫情的影响 很多都不能实体聚会 只能献上聚会 那么我们要思想 教会为什么存在 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 神所看重我们的又是什么 盼望今天的经文 调整我们的焦点 让我们追求的是 主的奖赏和喜悦 以至于我们才会在地上 操练预备自己 成为一个忠心的 尽己所能的 有见识的听主的话又去行的仆人 我们下期见